花莲县政府预定8月起要分区举办花莲市信义接领新建原住民主管社营运规划提案征选说明会有4个场次 为了鼓励有意提案的个人团体工作室公司等单位来参加这个提案征选 说明会会在花莲的北中南东举办4个场次 内容包括了参加资格提案内容还有征选规定等重要资讯 光合入境百花进放花莲市信义接领新建原住民主管社营运结构想增建活动 总奖金24万元 在过去交通不变的年代提供原地原住民公交人员以及主人们洽工或是就医 临时住宿的花莲市信义接原住民公交会馆 实际已经启用40年了 历经多次地震之后损坏 已退去光滑即将拆除重建 花莲政府预定在8月份起分区办理花莲市信义接领新建原住民主管社营运 规划提案证件说明会共4个场次 内容包括参加资格提案内容征选规定等重要资讯 光合入境百花信坊 我们花莲市信义接我们原住民管社要做未来营运的增建 增建的构想 那我们这个增建的时间是到8月20号 那欢迎有关就是一些产业有一些想法的 相信朋友们能够踊跃投建进来 让我们这个管社未来的兴建能够更符合我们民众的期待 这次提案证件活动 除了将颁发初选前10名征选提案奖金各1万元之外 进入最后缺赛的前3名 应颁发奖励金 第一名8万元 第二名5万元 第三名1万元 相关花莲市信义接 您新建原住民主管社提案证件说明会活动 想请起报名方式 请进向增加网站原住民行政处网站来查询 记得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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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